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我是依米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文章是 一个空瓶 接下来就把耳朵交给依米吧 一个空瓶子 你向里面倒水,里面就装着水 你向里面倒垃圾,里面就装着垃圾 人是什么 人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只空瓶子 你向瓶子里面倒什么 你得到的就是什么 心里装着善良,装着宽容 装着真诚,装着感恩 你的生命就充满了阳光 无论遇到任何矛盾 都会首先查找自身的不足加以修正 他人的一切不好都会在你博大的胸怀中消失 行里装着他人 你就会反应事先想想别人的感受 就不会一事当先 先替自己打算 而是让别人也感到温暖 你关心别人,别人也就想着你 最终你得到的 甚至比你关心别人的付出还要多 心里装着天地,人世间的世世飞飞 争争斗斗,国民利禄,升降荣辱 一切的一切都不会遮住你的慧眼 你就会悠然自得,宁静致远 感受生命的美好 相反,心里装着仇恨的种子 它就会在你的生命中生根发芽开花 其结果,仇恨者先被自己仇恨 最先伤害的是自己 心里装着嫉妒,装着算计,装着贪婪 你就走不出狭隘,猥琐,自私的阴影 在自以为是的小圈子里,怨天尤人 你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少 最后作茧自负,成为顾家寡人 心里装着位子,票子,房子 你的生命就会在物质世界里疲于奔命 当这些东西见此踏来 你愈合难平地追逐 甚至让你在精神世界里迷失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到头来撒手人寰 只能带着愧疚和遗憾空空地庸碌而去 你的命运,你的成败贵贱 不取决于长相和身高 而是取决于你内心装的是什么 你的内心装着美好 你的生活就美好 内心装着健康,身体就健康 内心装着美丽,外表就美丽 内心装满能量,身体就充满能量 你的内心装着喜悦 你的生活就满是喜悦 你的内心装着自信 你的人生就自行 生命的境界,生命的未来 说是在谜中,其实就是在你的眼前 就在你的选择之中 就在你的心里 相随心省,缘由心定 缘起于心,而修于心 我们每个人都像一个空瓶子 你心里装着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感谢各位的守候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